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好手蔡云表示 戴兹颖在技术和心态上都比对手高一个档次 若让他进入状况 就相当难以抗衡 纵观本届市竞赛女胆赛事 蔡云认为戴兹颖是夺冠最大热门 因为小戴的技术是许多女球员不具备的 有点像是男子选手的打法 连胜加上心态上的优势 让他跟别人比赛时 比别人高一个层次 如果赛前再把正心态 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难看横的境界了 不过 他也提到 日本女江山考前 奥远希望 印度好手心度 衣色浓 包括来自中国的陈玉飞 河冰娇和陈小新 也都有冲击冠军的机会 戴兹颖身卫视竞赛女单头号种子 首轮直接晋级 第一场比赛将预计在31日 星期二 下午5点40分登场 对手将是澳洲女江陈村瑜 接着16强有可能碰上大会12号种子 美国华裔选首张背文